欢迎来到这次我是七谣 我会觉得马哈迪呢 像是这个吸毒欧阳风 这是出自于金庸的两本龙下小说里面 第一个呢叫做这个神雕侠 第二叫做色雕英雄传 在这两个小说里面 欧阳风是里面的前五大高手 分别是东邪吸毒南地北盖和中正宫 他就是吸毒 在小说里面的描绘呢 他是从西域来的一个高手 全身白白然后长得高大 眼神是很锐利的 而这个高手欧阳风的这个特色呢 就是他很会用毒 他是一个狡猾 但是又很毒的这个角色 可以对自己人下手 而且他用的毒呢 都是从蛇那边提炼出来的毒 据说啊 他的一滴这个蛇毒呢 可以杀死这个海上百千条的这个杀鱼 这真的是在这个小说里面积攒的吧 那你这样子想 吸毒欧阳风这个人物呢 你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啦 就是马哈迪在他的震坛上呢 去怎么对抗他的震灵 豪潮行动啦 还是怎样铲除意志 但是我今天呢 更要讲的是 你看看这两个人物到晚期的时候有什么详细点 你把欧阳风的这个timeline也往后面推 推到他的这个武学生涯的晚期呢 其实他一直都失迷于一个真经叫九阴真经 他是九阴真经是整个那个武家小说里面最强最厉害的那一个武功 他融合了各个武学门派的精髓 但是很可惜呢 这个欧阳风虽然他那么的痴迷于这个真经 但是他最后被黄荣所骗的 那黄荣呢 就把这个九阴真经呢 倒过来背给他听 所以欧阳风最后呢 他学到的九阴真经是一个山寨板 是倒过来练的一个九阴真经 这也导致到他练武的时候呢 越练他的气象就越不对 那个血会倒流 到最后呢 他就失去理智 神智不勤 比我不分 谁都咬 谁都打 到最后是蚕死在这一个冰荒雪地上 所以你看回马哈迪 你看他昨天讲了什么东西 他第一呢 他就开始在乱乱讲话了啦 第一呢 他去骂安华说 为什么我的马来人宣言大会的机会被取消 然后呢 他就说这是安华处的这个伎俩 还要阻止马来人环节 要消灭马来人 甚至过后呢 他讲了一个更过分的话 结果话就是呢 他觉得多元种族是种族 听清楚 这句话我觉得比他之前讲的所有极端言论来的更加的严重 因为他讲的是多元种族 他并不是只是讲华人而已 如果他讲华人呢 是什么 剥夺了马来人的地位呢 我还可以理解啦 他要借助我们 去打我们来团结马来人 但是现在他针对的如果是多元种族 就是包括英语 也包括东马的所有沙巴沙拉越的图住 他都觉得不应该存在 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已经呢 就像那个欧阳峰这样 痴迷 就因真惊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OK 而且我觉得这样呢 这样子走极端其实是有一个副作用的 它的副作用就是呢 你极端到一个点 连我们国家极端的政党 像国盟的也会怕你 为什么 你要是到国盟啦 武团也好啦 伊斯兰党也好啦 虽然他们是极端 但是他们大部分攻击 都是攻击华人 像是你看在国会上 他会专门挑战华人的这种部长 有火箭的部长去攻击 但是他不会去挑战那种东马的人 因为他知道要执政的话 东马的这一些意识 东马的这些政党是不能够得罪的 你想看如果马哈迪现在啦 他继续就是一直去处理 一直去搞这种多元的种族的种地 其实 迟早有一天呢 他一定会遭遇到东马人的不熟 因为其实你就是把东马人一起骂下去 那如果马哈迪进到这一个国盟里面呢 他不就是把他跟这个东马的关系破坏了吗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在那个悬崖的点 不是掉下去就是升天 掉下去的几率会比较高啦 然后反而是罗盟呢 其实是他占在他前面还没有这样极端 对 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讲就是他跟欧阳峰一样晚期的时候 敌我不分 什么人都要养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以为他在耍极端 他讲极端言论呢 是为了说要加入罗盟嘛 要加入图团以斯兰党 要跟他们的那个外籍一样嘛 那结果呢 他昨天就去嘲讽这个慕尤丁 他嘲讽了什么 他就讲慕尤丁执政期间呢 我们这个高盛集团是不是要赔八十多亿给我们的 结果在慕尤丁时期是 他只赔了比较少的之后 好像是二十多亿 所以他就是高盛慕尤丁呢 办事不利 或者是呢 没有什么效率 我是有看什么 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在演哪一齣戏啦 OK 一下子呢 就攻击安华政府 巴巴巴巴巴巴 搞不好 然后现在又攻击国盟政府的其中一个老大慕尤丁 你讲他是不是早死的 不是 他一 不就是早死 二就是呢 他真的是在家找到一本 九阴真经的 他倒过来念 OK 应该是黄荣呢 把他留下来的一本书 给那个马哈迪找到 他就开始呢 每天就翻读 OK 把他翻译成巴勒文 还是Javi文 念到呢 那个气 还是那个血 可能现在是倒着流了的 所以呢 他讲的话呢 也会反过来讲的 所以 这是我讲的啦 OK 以我不分啦 他 欧阳峰是痴迷于武学啊 到伤心病狂 这个人呢 是痴迷于权力 痴迷于地位 到伤心病狂 才会落得 今天的这一个狭狭 OK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是觉得 巴哈迪就是 稀毒欧阳峰的 太铁切了 OK 不知道怎么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我们一起来信 然后这次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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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